今天相同队就在看关注宝洁 现在中美的关系真的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中美的关系它只有更坏 它没有最坏 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的态度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 他居然怎么讲 他说美国未来十年的政策 将为未来一百年来奠基 他现在过去讲 我们以前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以理相待的网球战 而且这个什么 这是决定21世纪人民生活样貌的 生存斗争 他不但是他这样讲 连雷蒙多 现在的晶片法案不是出炉吗 晶片法案出炉 他讲得非常清楚 那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 那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现在的晶片法案要忙 我要满足五角大厦的需求 五角大厦的需求就代表 现在每一件精密的军事设备 每一个无人机 每一个卫星 我都要仰赖半导点机片 但是现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先进制程都是来自台湾 这是什么 他居然把这样的现象 百分之九十来自台湾的先进半导体 视为国家安全的漏洞 不能持久 所以美国现在要干嘛 我就要补足这个漏洞 补足漏洞 我不是叫台积电到美国生产吗 那我们现在讲 你这边的生产成本那么高 你现在人力不够 但是现在美国说 我说到就到 我就硬干到底 你说我缺钱 我现在给你签 你说我现在缺人 他居然要求美国的普渡大学 不是要求他现在普渡大学 未来三年的时间 他干嘛 我要培养一千名以上的半导体人才 也就是你说缺钱 我给你签 你说缺人 我可以争 看起来 美国现在真的硬起来了 美国真的要硬干到底了 现在真的会影响到全世界 半导体的发展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大方首预的自身媒体人 姚惠真 惠真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时日评人李正浩 大家好 第三位是前习治局的 建设中心主任谢松赛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体人 我看 法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媒体人 李正浩 大家好 第六位是战略专家 李宁辉 大家好 赵 你没有想到说 现在中美的关系 居然走向了一个火车 对撞的状况 现在的中美关系 看起来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刚刚讲的 除了布林肯讲说 我警告你 你现在不可以支出 任何的致命性武器 给了俄罗斯 否则的话 你要付出代价 而雷蒙多 在这个晶片法案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晶片法案干嘛 我就是要满足 五角大厦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讲 每个晶片 都跟 每个武器 都跟晶片有关系 对我们终于搞清楚 到底为什么 美国制裁中国晶片 原来跟民生 跟科技没关系 它要确保美军 能够获得 尖端晶片的工艺 反过来说 确保解放军 拿不到尖端晶片的工艺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问题的委员会 最近定调 美国召开一个 大协公庆会 大协听证会 把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主席 盖拉克叫过来 其他还定调 你到底怎么定义 美国跟中国关系 对不对 盖拉克怎么定义 他说对中国 一厢情愿的时代结束 这是一场 生存斗争的 他用四个字 生存斗争来定义 一厢情愿就代表 现在美国对中国 不会有任何幻想了 对 抛下幻想 准备斗争 习近平早上讲嘛 美国在这一次的 提供会也定调 盖拉克说 美国抛弃一厢情愿 时代结束 这场生存斗争 而斗争的关键 到底是在雷蒙多所讲 叫做晶片 这是整场斗争 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就算你今天 张仲某当着 裴洛西面前 泼拉人水 他说美国搞半岛 你搞不成功 对不对 可是美国说干就干 因为这什么 这叫生存斗争 所以他要硬干到底了 对 他要硬干到底 所以你说 从现在 我们讲 从裴洛西的态度 从雷蒙多的态度 从美国白宫的态度 他们现在发展 半岛地的决心 意志 比我们想象来得更强 对 因为美国 90%以上先进晶片 都是跟台湾购买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 这场战绝对不能输 你一定要把台湾 拉到手里 一定要美国 能够自己发展晶片 对不对 所以美国现在态度很清楚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什么叫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晶片反应先通过 对不对 晶片反应通过后 换了六七千亿的大笔 对不对 给所有要来 美国制造厂的公司说 你来我这六七千亿 就来补贴 对 第一个 你只要做得出来 你只要能够增加 我的这个就业力 第三个是 你要跟中国划清界限 对 在拿这六七百亿的前提之下 他有说 你在其他国家设厂 要受我美国劫志 这所谓其他国家 只能当作中国 对 好 这第一个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什么叫要人给人 我们最近讨论非常多 美国是这个草莓工程师 然后每次在台阶线 收集都会哀哀叫 他今天也抱怨说 你美国人很难管 对不对 不能加班 不能接受指令 美国人不跟你啰嗦 好 你们嫌我们人才不够 我透过普渡大选 美国最好 前十一米的 长春城大选 我培养半导体人才 给你台阶线用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 这很重要吗 普渡大选很了不起吗 普渡大选在美国 就是长春城前十一米的 最聪明的脑袋 就是往普渡大选寄 对 这些人以前 过去到了普渡大选 对不对 优先选 一定是电脑科学 他要去Google 他要去Microsoft 他要去完全GPT 可是问题是 普渡大选现在这样 开一个学程 这个学程叫什么 半导体学程 半导体学程 对 这个非常非常夸张 我仔细跟他分析 他说2030年之后 之前左右 每年会颁发 一千个半导体的学位 给这些普渡大选学生 加上美国最聪明的脑袋 至少每一年 会生产一千个工程师 给要来美国设厂 不管是台积电 或什么争用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他等于说 是无所不用其机 第一个 我授予你这个学位 我面对面可以 我再等于说 你在线上教学也可以 我是用各种方式 把这一千个人给挤出来 总而言之 我就是要帮你训练好 你不要再笑 我草莓工作的时候 我给你最好的人才 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他们找到供应商 在普渡大选内部 盖金元厂 这是很夸张的 普渡大选里面盖金元厂 对 他们找到供应商 提供18亿美金的资金 去在普渡大选里面盖金元厂 当然这金元厂 不是跟坦基建同等级的 他意思是什么 我在普渡大选里面书的时候 实习 对 我就可以得到 合规的金元设立 手把手交出来 对 手把手交出来 第三个他找到谁 找到联发科 联发科已经跟普渡签订了 要在普渡设立 晶片设计中心了 所以等于是对美国来说 我所有态度 你台积电 你三星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我绝对不能在这种晶片上 真的输掉 你知道 你是交大的这个博士生 你说台湾的足渡会厉害 就是因为 他把足渡的产观学 完全地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 今天足渡的老师 清华交大的老师 然后今天新足渡科学园区的人 我是彼此可以交流 我今天在足渡训练的人 我到了工厂 我可以马上训练 那我更简单 我今天不要搞一个科学园区 跟一个大学绑在一起 我根本就在这个大学里面 搞一个金元厂 是 所以我看到普渡大学 那部设金元厂之后 当然第一个是宣示美国态度 我绝对马足你 台积电人才要求 第二件事我就看到 他改变美国人才训练方式 以及改变美国最聪明的脑袋 选科的方式 美国过去最聪明脑袋 都要进Google 要打软体 我要在冷气房里面 我打打马马 城市马就好 可是拍摄 你要我穿五成衣 你要我厚重 你要我雕制成 我不想要 可是拍摄 现在普渡大学 美国你今天想进长春腿 想进最好的学校 就有一个学生在那边 叫做做半导体 你要不要去搞 而且我给你最优惠的待遇 最好的设备 而且我国家已经把它定调为 国家生存战略存亡之计 就是你那些最聪明脑袋 最容易吃苦的 最愿意蹲下来扎马 不能进这边 你学到场观 学荣耀的时候 对美国来说 一部分给台积电 另外一部分 增加美国自己半导体实力 我觉得很宽张 是他说普渡大学的 这个金片场 还有普渡大学这个学程 他也可以得到 美国金片法案资金的支持 是所以这背后不是普渡大学 自己灵机一动的嘛 是由美国国家 力量在背后推动的嘛 那未来如果普渡大学 推得成功的话 哈佛大学会不会推 马尚理工会不会推 家中理工学会不会推 如果这些最好学校都推的话 会不会改变美国最聪明脑袋 选科系的部分 所以美国要走上制造业强国 在金片上面跟中国一较尺雄 他是全方位的 在跟中国去做PK嘛 对不对 虽然张中的摩坡冷水 为什么跟你讲 裴若曦说我不会被你吓到 原来美国政府早就想好了 当然就想好 我不可能因为你张中的摩坡冷水 我的止步不前嘛 可是问题是 现在美国一切估计 至少这十年还要靠台积电嘛 所以大家在问 为什么台积电会是那个天选之人 或是说为什么台积电是那个天选的公司 原来只要从张中萌毕业的 第一份工作开始算起 其实美国就开始考核张中萌 这是很有趣啊 对 我本来也搞不清楚 最近不是出了一本新书叫 金片战争 金片战争里面就提到了一段 原来张中萌 他不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合格 考核过的 他是得到了美国五角大厦的考核的 对 我这样讲 美国现在对于台积电信任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于张中萌个人信任 一个是对台积电本身能力的信任 对于张中萌个人信任 早在张中萌刚毕业几十年间就开始考核他 另外一个对台积电自家公司的信任 2017年才开始 我一个个讲 张中萌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 进到德州仪器叫做TEI Texas Industry在TEI去工作 大家不要以为TEI只是做一些科研仪器公司 美国最重要的核威射武器 义勇兵二席 就从所谓的这个德州仪器出来 德意出来的 对 德州仪器出来的 但是我们常常讲 现在都义勇兵三席 冷战时候是义勇兵二席 那时候一打打一万公里 如何可以在射程一万公里 又可以精准控制 其实就是靠晶片 当时的晶片呢 其实就已经在德州仪器出来了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张中萌第一份工作就在德州仪器 他在德州仪器里面搞什么呢 搞电 那时候比较级别 叫电晶体 搞电晶体生产的良率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如果在冷战的过程中 美国跟俄罗斯的核威射 最大的关键是 义勇兵二席的核武器 而义勇兵二席的核心技术是电晶体 而电晶体的良率生产 负责的叫做张中萌 觉得张中萌会不会被考核过 一定会被考核过 老婆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 他的这个第一个IC大单 洲际导弹义勇兵二号 这个上面有晶片 另外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自营的导弹 最早的导弹 就雷射导弹的广告 这也是这个所谓当时 非常重要的化石代的里程碑 上面晶片也是得意做的 而这些晶片的生产 都跟张中萌有关系 对 张中萌设计也是 确保美国在美苏冷战中 可以获得战略优势的核子攻击武器 所以张中萌这个人一定受过 非常严格的军事考 五角大下审查 这是确定的 另外一件事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 我美国信任你张中萌 不代表我美国信任你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在2015年之前 美国都不信任台积电 美国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他有做到一个叫做 可信赖金源厂计划 那时候由DAPA推出 美国五角大下黑科技的部门 DAPA就是说我到底有哪些 可信赖金源厂 可以变成我美国鞠躬产 只有两家 一个叫Intel 一个叫IBM 根本没有台积电 2004年的时候没有台积电 Intel跟IBM 对 因为这两个都美国公司 可是到2015年的时候 有件事出事了 格罗芳德 阿布达比主权基金的格罗芳德 买下了IBM 那时候美国发现 挫赛 我没有其他代替的 我有两个公司 我只有Intel不够 所以2015年发现 我永远要有一个备案 对 我的第一只脚断了 就刚才考察全世界的晶片 那时候能考察还不多 要么就3700台积电 对不对 可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 2017年 美国DAPA颁发FPGA晶片 给供应商叫做台积电16奈米 2017年美国认可 未来台积电的16奈米 进入到美国FPGA 基于用产业 为什么 因为当年台积电吃到 iPhone Face ID的大单 对 那是第一个商业化运用成熟的 类神经网络机面 这美国已经看到 这是下一个世代 人工智慧机面 所以当时发 那个什么 DAPA 曾经发了一个公文 说如果你要去 等于说投标 美国的五角大厦 或投标 这种精密的科技 干嘛 16奈米 你可以去干嘛 先找台积电 谈一谈 这就是一个认证 所以关注说 台积电的整个部分 从创办人张中某 被美国考核过 到2017年 它的整个技术 被美国考核过 都是OK的 所以现在美中大战 已经紧迫到什么程度 我跟大家讲 华为可能要被全面封杀 连东南亚 连中国的成衣厂 美国都不准你用了 我先讲成衣厂 全面封杀 对 这很夸张 先讲成衣厂 现在最新的一些讯息 是这样子 美国的买家 或美国的商务部 开始要求 未来中国的 台湾在中国做的成衣厂 完全跟中国脱钩 简单讲 这两个这种 净何关系 连F-35 连本的磁铁 我不准有中国的 我可能连军用的衣服 都不可以有中国的 它要完全脱钩 另外一件事情 就这个 华尔街日报最新的 美国可能撤销 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 这叫什么 叫做全方位的撤销 现在华为 还可以做一些云端 养株 太阳能 能源 美国商务部在思考 我是不是连 晶片都不让你用 我未来 要连你所有 不止晶片不让你用 你的太阳能 你的能源 养株你的电量 我全部都要把你挂掉 所以中美对抗到这边 已经紧捧到极致 雷蒙多讲说 今天晶片反案出炉 出炉就是什么 最重要是要满足 五角大战的需求 而且你现在所有的武器 都跟晶片有关 那有趣咯 那在刚刚讲的 晶片战争这本书里面 就特别提到了 那为什么美国开始 把这个所有的武器 加上晶片 原来是跟越战有关 然后呢 是跟这座桥有关 那这座桥什么 这座桥叫做寒龙桥 这座寒龙桥当什么 丢了多少 丢这种炸弹 丢M117这种炸弹 丢了638颗 丢了638颗 这座桥 居然完好如初 保洁哥 美国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打击 而且掌握方向 全部的来源 就是这个越战的寒龙桥开始 当时他们也没想过 怎么样能够 对于敌军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为它根本伤害不了 我今天一个全局是很厉害 我拳很重 打不到 我打半天都灰空拳以后 我就没有用了 这个寒龙桥在北越 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旁边有防空基地 那美国一直想说 我只要把这个寒龙桥打断了 它的补给 没有了以后打个叉 我就可以打下这一块防空基地 但是它就是炸不掉寒龙桥 你知道吗 那个炸弹 M127飞弹 这很久了 一颗340公斤 火药量非常强 我丢到这个桥 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桥给摧毁 但是它丢了638颗 丢完之后 没有一个把这个桥给炸掉 我看这个很夸张 一个刚刚讲的340公斤 你就算是说你上面没有炸药 你就在一颗一颗炸在桥上 这个桥也要断吧 就没想到你丢了那么多颗 刚刚讲炸了半天 没有一颗炸到桥上 理由非常简单 在1960年到1972年这段期间 我去看了那个资料 美国当时的空头 宝洁哥 它的误差范围是128公尺 所以我今天想要丢这个地方 那我丢到去 离128公尺 那就是丢不到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桥的周边方围 有600多个坑洞 不到638 因为美军后来看了 有一些根本没炸 所以掉下去以后 连造成伤害都没有 怎么办呢 就回过头来找 德宜的这个技术人员 他叫Word 他非常厉害 张忠谋的老道中家 就是德宜 因为德宜当时已经开始 有这类似的技术了 他可以去操作那个晶片 做四个象限以后呢 放在飞弹上面 但是呢 你这个炸弹 你看这是炸弹 对不对 我就是丢 那就是把它直接往下掉 但有掉下没有打到那个桥 因为差128公斤 怎么办呢 他加尾翼 他在这MLC后面 加上尾翼之后呢 他可以控制他的方向微调 然后尾翼再加晶片 雷射导引 经过他的微调之后呢 往他的目标方向进 以前在那个年代 都是用真空管导引 可是在越战 他当时美国到越南去 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他的起飞的时候 他整个炸弹的震动 造成影响 第二个 他的真空管呢 湿气太重的时候 也受影响 越南太湿了 常常有一些战略根本就没炸了 所以寒龙桥这件事情 后来换上了这个Word 我设计了雷射导引 跟晶片之后 是用电晶体了 他的雷射导引 再加尾翼之后 他终于把这个寒龙桥 给炸掉了 好 更不要 寒龙桥那时候 叫做把铺路雷射导引 我只是一个缺略的 后来我到了战斧 战斧了以后更可怕的是吧 我等于说 第一个 我有雷达来扫描地面 扫描地面之后 我就可以跟我导弹电脑里面的 这个地形做比对 比对就确定 我现在是不是在我原来的位置 我有没有跑掉 如果我跑掉 也就是我今天扫描 然后跟我原来的地图 不对了以后 我居然还可以导正 导正到原来的地方 他说其实 美国十几年前就有人想 我的武器可不可以这样设计 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一直到把晶片加进来 就做到了 所以一开始是真空管 到了还有扑路雷射 然后之后到雷达导引之后 慢慢慢慢加进来 他就可以做改变了 把杰克在三十几年前 1991年的波湾战争的时候 当时老布希一声令下 要打这个战争 遇到两个大问题 就是他是沙漠 因为没有方向感 伊拉克都不敢进入沙漠 可是他当时造成了 他可以进到沙漠 为什么 因为就是GPS 第二个就是他的整个的 GPS导引 可以帮助他的飞弹 把杰克你知道吗 当时有一个F117 这个机场炸任务 你看从越战打到波湾了 打到波湾之后呢 他们也是带了大型的 这个GU-10 GU-10的这个炸弹去炸 他要炸他的机场 因为机场 哈斯机场里面有很多 他们战机 把他炸掉他就不会反击 可是他炸不掉 因为他机骨跑太重了 他的机骨跑太厚了 所以打下去之后 像是他说 那个飞旋的时候 像网球一样 他开了 他没有办法把那机骨跑炸掉 所以飞机在里面 都没有办法去摧毁他 可是后来呢 他们换了另外一个 GBU-27 他有一个导引的功能 他可以穿过去又 掉下去之后 做一个斜度 再去打机骨跑里面 我就不用炸开你的机骨跑 我炸机骨跑里面的飞机嘛 所以呢 所以我以前 如果这是一个机骨跑 我只能从上往下炸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绕过来 从这里面直接炸进去 你知道那个飞行员 他是怎么看到 他说因为他打网球 像是网球弹开一样 因为机骨跑它是个弧度的 他不但后防炸 他还可以弹开 所以早就已经知道 你要这样来了 所以当时 他的这个GPU-10 是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的 结果改成了GPU-27以后 配合了新的技术就可以了 那我刚刚讲 美军之所以强大法 这个就是掌握方向跟精准打击 在1991年的波安战争的时候 当时你要知道科威特 被伊拉克入侵之后 他整个科威特南部这边 用坦克车示意 都是重兵防守 美国从波安这边过来以后 你一定跟我地线接触 所以我已经在南部 好好的层层防卫跟东部 我要对付你了 你知道吗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美军居然绕过了科威特南部 直接从沙漠这边再杀进来以后 把伊迪拉克打的是洛黄流水 100个小时就结束战争 那他怎么做到的 就是1991年 当时还没有完成完备的GPS系统 当时美国的GPS的卫星只有16颗 可是宝洁哥 必须至少24颗才可以全球都涵盖住 他把其他的16颗 移到了伊拉克的上空 完成了一个完备以后 他的沙漠部队进到这边里面 他没有迷路 连伊拉克你看现在这个动画 他从下面直接绕过去以后 从沙漠打过去 然后呢 使得伊拉克可能不知道 他会从西边打过来 第二个就是他的部队呢 能够有GPS能够导引 他进到沙漠之后 他可以精准的打 所以才会在100个小时之内 就把这个伊拉克战争给全部结束 好 对 刚刚讲的 雷蒙多特别讲 这个晶片法案是为了五角大厦 他特别提到说 你现在每一个军事设备 每一个无人机 每一个卫星都医疗半导体 而我们90%以上的先进制程半导体 都从台湾购买的 这是国家安全的漏洞 一定不能持久 一定要补助 可是台湾这么重要 当然关乎当时李国定 把这个张忠谋找了回来 而且当时说法是 李国定给张忠谋一个 等于说扣白资 你还怎么办 我就全力配合 可是从这个晶片战争 里面的描述是说 当时台湾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台湾也是为了生存 因为台湾当时美军要离开 台湾一定要把美军 美国留下来 台湾一定要在美国的保护伞下 当时李国定认为 当时美国最好的保护伞 就是半导体 对 这个半导体 这晶片本来就是为军事而生 所以现在各国都在抢这东西 但是台湾当年来讲的话 为什么会有晶片到台湾来 也要说这个德州仪器 因为德州仪器既然可以帮美军 进行义勇军二行的 这样的一个晶片设计的话 那台湾是不是需要 德州仪器也到台湾是不是来设厂 你现在如果你到中和南视角 你往那个轰炉地的方向走的话 这个新南路的右手边 大家就会看到德州仪器 但是台湾第一座 1968年的时候就是有什么 由张忠谋跟德州仪器的这高层 一起到台湾来 说服李国定 要来投资台湾的这个德州仪器 那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张忠谋不是台积电 成立才来台湾 德州仪器来台湾的时候 张忠谋就来过了 是你知道张忠谋他出生在浙江 然后到了南京 到了香港 然后到了美国 他从来没有到台湾来过 他第一次到台湾来 是1968年 跟着他的德州仪器的老板 一起到台湾来了 那时候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发生越战 越战各位知道 在1955到1975的中间 美国越打越烂 结果到最后来讲的话 美国可能会撤离 撤离亚洲 我们大概知道说 1969年的时候 尼克森总发表官岛宣言 就是准备要撤离了 当时台湾非常紧张 如果你美国一撤离的话 那台湾不是做后勤基地吗 有没有有一天 虽然台美之间是有这个 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会不会撤离台湾呢 所以怎么把美国绑住 怎么把美国留在台湾 就成为世界政府的一个 重要决策的模式了 所以呢 所以当时事事念念 就是把美国留住 是就要把美国留住 那刚好美国在发展 这个晶片的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亚洲代工 所以看到美国跑到日本 跑到南韩 跑到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跑到台湾 来游说说 希望来这些地方 来设立这些半导体的 设立这些晶片工厂 那如果你把这个地图一摊开来的话 那不就是现在美国的 所谓的军事设施的 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 重要所在地吗 所以晶片就犹如军事基地一样 就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双方是互利的 对台湾来讲的话 把美国人留在台湾 然后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整个在亚洲当区 台湾也是一个部署的一个重心 那现在变成说 台湾越做越大 除了德州仪器来之后 后来等到张忠谋 要被这个李国鼎 他聘请回来 跟工研院合作之后 连电然后后面的台积电 你知道以前竹科 不是像现在的随便便 你都可以进到竹科军 竹科就像军事重镇一样 你知道进度到竹科 这个要过大门的时候 要换镇 要知道说你来历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 过往的军事机密 核工机密 太空机密 还有这个半导体的东西 所以现在太快 不是说 我以前知道中科院非常严密 非常戒备身严 不是中科院戒备身严 是竹科也戒备身严 竹科一开始的时候 就戒备非常深严 那现在来讲的话 是不是跟民营化有关系 后来才开放民众 一般可以自由这样进出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事实上是国家重镇 所以你知道 竹科也是国家重镇 等同像军营一样 所以你知道竹科来讲的话 当时非常重要 那话说回来 就是说即便在这里面 描述了非常透彻的 就当时因为越战的原因 所以希望能够把美国留在台湾 所以跟美国进行 这个紧密的一个连结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说 台湾自己已经诞生了 越升了另外一种 比美国更加高科技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台积电越做越精密 在造成说美国的紧张 而且你要讲到 现在中国问题 特别委员会的盖拉格 讲了说未来十年 影响了未来一百年 而且现在已经不能 对他中国一厢情愿 以理相待时代过去了 这个是一个决定 二十一世纪人民生活样貌的 生存斗争 你说这个很重要 结果代表 两个国家回不去了 两个国家 会好嘛 不完全啊 因为他会想出所谓的 生存紧要关头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说法 代表说他们已经 美国的行政部门 国会部门 早就对中国来讲 长期来欺骗他们 已经产生这个觉悟了 也就是说他们 根本就不是在信任中国 你看中国要发展芯片 他需要关键的东西 他关键的东西 一定要美国人教他 或是欧洲人教他 但问题是现在如果 大家给他卡脖子的话 他一直发展不起来 那我刚刚提到 晶片半导体 就是跟军工业发展 是有关系的 如果中国被卡脖子的话 一直发展不起来的话 而中国委员会 他们现在又把整个 中国来讲 全面围堵的情况之下 那美国一直往前跑 那中国跑不动 这时候呢 美国还是可以 具于霸权的地位 好 会是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中国喜欢干嘛 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是你从晶片战争这本书 你再把这个当时的过往再看 当时台湾在搞晶片 在搞半导体 把张忠谋给找回来 也是其中力量办大事 而且中间充满了威胁利用 对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 你先回过头看 你会发现 李国鼎可以把张忠谋找来 很重要 某种程度上 可以把它解读成是 千里马遇到伯乐 因为我们都知道 张忠谋以前 在德州仪器的时候 其实做得不错 但你知道吗 在1980年的时候 张忠谋已经离开德州仪器了 他为什么离开德州仪器 因为他没有被入选为是执行长 然后张忠谋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在1970的时候 他就跟德州仪器高层说 认为未来一定要把它走向 一个专职代工 因为在以前 他们全部都是设计跟那个制造 全部绑在一起 然后张忠谋他就预言 未来晶片的运用会更广泛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德州仪器 变成是一个专职代工厂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就跟他讲 就德州仪器的高层一天就说 你提过非常多很好的建议 但不包括这一个 所以你知道他在1970年初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想法 1976年3月的时候 他跟德州仪器的人的高层 去讲这件事情 结果没消没起 人家也不当了一回事 1980年代的时候 德州仪器开始在选 那个执行长的时候 张忠谋没有被入选在里面 那对张忠谋的 那时候他已经54岁 他心里想说我全部的时间跟精力 都花在德州仪器上 我把德州仪器的良率 提到变成所有的里面最高的 对 所以他心里想说 我攻在德州仪器 我从头到尾第一线参与德州仪器 我成功地把德州仪器的良率 成功地提升 以前他的良率很差吗 对 所以他就讲说 结果执行长不是我 而且没有被人列为人选 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他短暂去了一个通用的 一个一家通用仪器公司 结果也做不久 但是后来在这个时候 李国鼎在1983年的时候 他开始密集地去联络 海外的华人的科学家跟工程师 其中让人家知道就是说 有张忠谋这样子的一号 非常优秀的人物 所以他有多次打电话去 甚至亲自拜会 据说当时真正打动张忠谋 愿意来到台湾的主要关键点 就是他开了一张空投支票 空白支票 空白支票 所谓的空白支票什么意思呢 不是钱 不是钱 而是你需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帮你排除一切的万难 你需要人 我帮你找人 你需要地 我帮你找地 你需要钱 我帮你找地 那不是现在美国在做的事情吗 是 所以你知道吗 那时候李国提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后来就是他们有推了一个法案 就是全部要扶植这样的产业发展 然后后来在1987年的时候 就是台队要成立的时候 他把他招总金 李国提说 总金 李国提说 我们政府这1亿美元的一个资本额 我们政府出资48% 那还有52%怎么办 张忠谋自己也去招总 去跟菲利普 就说我们有一些技术 需要你们菲利普的资金 所以菲利普也投资了几千万 后来还差了20几%怎么办 就开始政府开始抠人 抠谁 抠台湾当时几大家族 最有钱几大家族 包括永峰的何家 然后包括台座王家 几大家族全部都被扣到 然后据说 把有钱人找来 因为他不是帮他讲吗 你要人 要我给你人 你要钱 我给你钱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找人 后来据说找到王永庆 就非常有意思 一开始就 因为政府出牵线 所以第一次是由张忠谋 亲自跟王永庆 去做一个报告 报告完之后 没消没死 第二次就变成经济部长李达海 亲自出灭 再去扣门跟王永庆就说 我们这个有个投资计划 一样没有任何回复 都没消失 第三次就由行政院长 当时行政院余国华出灭了 余国华直接讲了一句话 你过去这20多年来 我们对你们也不错 现在该是你贡献 为国家贡献己力的时候 意思是什么 我要你拿钱 你还在那边给我的宣权擦擦 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对 你就是要把钱给弄出来 后来据说 不是说 后来台硕集团就投资 就热滚热的5% 但是因为王永庆 事实上他就是不喜欢 这一种所谓的科技业 因为他认为科技业变动太快 那个一个产品出了能力的GG 所以他就不喜欢投资 所以到最后他虽然投资 你知道他几块的时候 把台积电卖掉吗 十七块 如果台硕现在有台积电5% 那还得了 有人有算过 就是说如果他那5% 一直流到现在的话 他每年光现金配股 可能一年都好几千亿